记得在小学的时候有一首歌 春神来了 春神来了怎知道 梅花黄荫报道 哇 你还记得吗 每当走在路上 闻到了清香四溢 寻找它 看到它 那黄色的小花就是辣梅 看到它的时候也就知道 春天到了 而且它真的非常的漂亮 晶莹剔透 这也会看到有白色的白梅 然后红色的红梅 增艳丽 还有绿色淡雅的绿梅 我不知道你看过了没有 还记得是去年 在上海松江的广富林里面 被惊艳到的 当然还去过上海玉佛寺 那里也是有着红梅 非常的特别 而且上面还有小鸟飞来飞去 还捕捉到它在那边吟唱 还记得吗 红梅它整树开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的艳力夺人 在它的树下 在它的树下总是会流连忘返 非常的漂亮 尤其是配上这种古建筑 非常的漂亮 随便拍任何角度都很好 你拍过吗 你喜欢吗 虽然今年是回来台湾 也有去走春哦 就在中正纪念堂那里 也是有白色的梅花 掀开出来 很漂亮哦 都是有一个疑问 不知道是品种的关系 还是天气的问题 中正纪念堂的梅花 是比较小朵 而且比较脆弱 它的花瓣 却很容易被风给脆弱下来 但是它小小的 还是很漂亮 吸引了非常多的人 驻足为它拍摄 因为它是越冷越开花 吸引的人真的非常的多 过年已经过了 元宵节也过了 情人节也刚过 接着我们就是要介绍的是春天 所以陆续会有很多的花 开放出来 希望大家会喜欢它 相逢自私有缘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观赏